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吧 那么日做财心 难命的日做财心 财不是妻子吗 日做财心呢 代表着这个 妻子呢 多为贤内住 那么财心旺呢 也是代表自己的父亲不是能力也比较强吗 财 它代表了两个 一个就是父亲 一个就是妻子 一个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财物 日做财心又是将心呢 取名门之女 比如你这个财心很旺 财又有 比如十三身财 或者比肩身十三 十三身财的 那么这个呢 你必定是取名门之女 日做一心呢 就是说 妻子比较协会而得利 日做财心 日做 日做 大家知道吧 年 月 日 时 那么日缘 比如是心 愁 那么这个就是日缘嘛 日缘嘛 好吧 一定要看着日缘啊 那么日缘 日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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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旺 弱 现在大家还不知道什么叫深旺 深弱 我第一节课 十六八字的第一节课 我就会讲深旺和深弱 因为这个是基础 那么日缘 正财 偏财 也旺的话 那么这个呢 宝贵的就是多妻妾 这个呢 我也特别喜欢 这个也特别喜欢 就是说又多妻又多妾的 谁不喜欢 不喜欢的是傻子呢 那么证明那个人有毛病 他不喜欢的肯定是有毛病 男人 那么陆入七宫 十七之路 我们在前景节课不是讲过陆神吗 大家别忘了陆神啊 陆神入七宫 十七之路 七宫是什么 夫妻宫不是年柱 月柱 日柱 时柱 那么日柱不是我们的夫妻宫吗 当然陆神 比如我们假陆在什么 假陆在乙 乙陆在某 那么我们陆神入夫妻宫的话 那么我们拾妻之路 就是说妻子很有福气 所以我们沾到妻子的福气 是这个意思 那么男命的才多 自己的身弱呢 就怕老婆 听老婆的话 当然这是好事啊 我也希望我会怕 这个是好事 年代不一样了 咱们都要怕老婆才好 不能老是大男人主意 是不好的 年代不一样了 这个我是跟我一个朋友学的 他说这句话说的特别好了 男命才多身弱 就是提妻子的话 记住这句话 那么我们讲八字里面讲 身旺和身弱呢 一节课到两节课就讲完了 很简单 身弱和身旺的八字呢 其实很简单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往下看 桃花灵日 依亲自父 桃花是什么 比如日圆坐下子五谋友 不是桃花吗 一直都跟大家说 子五谋友是桃花吗 那么你年柱月柱日柱时柱 日柱不是夫妻宫吗 那这把它不是在你的日干下面吗 那么如果你日圆坐下桃花子五谋友的 那么以妻子而致父 财为用神 妻必贤美得内住 那么你的财 它分为祭神和用神 那么如果你的财心为用神的时候呢 那么就是自己的妻子比较贤美 贤惠而美丽 大家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 好吧 那么日坐 夫心 就是里面的日坐夫心 夫亲和遂 什么叫夫心啊 七萨和正官都是夫心啊 那么当你八字里面没有正官的时候 七萨就代表了自己的丈夫 你要记住了 八字里面没有正官的时候 七萨就是代表了丈夫 那么八字里面没有正财的时候 偏财就代表了妻子 那么你看你妻子的身体好不好 或者有没有受到行冲克害的流年 受到行冲克害的 那你就看一下你的妻子那个字 那个字是什么 就是什么 这个以后再讲 好吧 你看 夫心 身旺 子心 常身 义夫旺子 怎么这么说呢 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 我都说是财 不管是正财还是偏财 财身官 然后官身 应 官身欲心 那么这个八字呢 里面的这个八字呢 他是特别的 妄夫 他不但是妄夫啊 他就是 一系朋友 他都特别的妄 就是说包括我们 跟他做朋友 他都很妄动我们呢 那么如果是财身官 然后官身 应 那么这种呢 他自己年代不一样 在古代的时候呢 这种呢 他的命就贵不可言 你命贵不可言 但是现在这个年代呢 哪里都平等了 然后以前古代的时候 你同志他是不会出去工作的 他都会在家里面呢 那么现在的这个年代呢 大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 而且事业做得特别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断出他的事业 日上贵人呢 贵人一马呢 得什么 得聪明的妻子吧 那么这个呢 日下 这个呢 现在贵人呢 他代表什么 天与贵人呢 这些 一马 我们不是讲了 那个一马戏吗 当然我个人 我说八字呢 我不用这个神煞 你命欺煞有志 虽欺夫夺权 但 善辞家 欺善有志是什么 欺善 善 生 印 还有 三官至上 还有十神至上 这些都算 但我们讲的这些都是一些 一个知识点 整个八字还没有开始讲 八字如何组合 如何流通 我们都还没有开始 那么现在 先讲一个知识点 哪怕一个知识点 也要去学 以后你才能明白 好吧 好 这节课咱们先讲到这里